台湾民主百年追求 台湾位居印太战略的最前線 这两年不仅必须以各国一样抵抗疫情 也和世界民主国家一样 同招威权政体的凑假信息 网路攻击 与商逼政 认知作战等各种威信 台湾国会一直努力往公开化和透明化的目标迈进 除了透过电视机网路同步直播 将意识情况公开之外 今年也和开放国会委员会的公民伙伴们 一起推出开放国会行动方案 在预示过程中扩大公民参与 人民是国家的目的 台湾是法治社会 当国会更公开透明 公民资讯取得就更加简单容易 人民就会更有机会 透过参与立法来决定自己的未来 我们除了努力迈向正常国家外 也会尽力帮助其他危险体制国家 统治下的人民同享自由 本论坛各场市即将讨论的多元参与 开放透明 公民协力 反贪腐等议题 都是民主国家共同的课题 因为我们相信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必须是让更多人共同拥有自由和民主 感谢观看